廖校長 諸位老師 諸位教育界的校長 老師同道 大家早上吉祥 我們這麼多位校長都是退而不休 我突然想到我們這兩天課程 李校長有提到 前無古人 後有來者 應該前有古 也是有古人 孔子是古人 而且他是至聖先師 他是我們教育界的鼻祖 我們以他老人家為榜樣 所以學魯 學魯家的學問就要學孔子 尤其我們跟孔子是同行 都是從事教育的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魚有榮焉 我跟孔子是同行的 還有我們最近的靈老 神老 這個都是我們教師的榜樣 而且他們最希望的 是我們這些後輩 能夠一棒接一棒 前鋪後繼 我們看到我們校長職工會 這麼多位退休校長 他們還持續在教學 在推廣 滑教 而且他們長的學校 他們退休之後還繼續在推廣 這個就非常難得 這個做法非常重要 我們離開了一個單位 他假如就停下來了 前面的努力就很可惜了 退下來之後 還有繼續的人才接續 這個是對這個學校 這個因緣負責任 所以古人說 不孝友善 無厚為大 我們看歷史 昨天我們有一位歷史老師 在讀中教歷史 很重要 歷史是一面鏡子 這個可以以史為箭 我們人生可以少走很多錯路 那中國重要的典籍 世庫全書 它就是依照經、實、子、籍來排列的 歷史排在第二位 很重要 我們不注重歷史 我們不注重歷史 可能很多歷史上的錯誤 我們很難避免 所以後人 後人 後人 假如不迎以為戒 這個唐朝度目說了 後人哀之而不見之 比方說 秦朝才十五年 滅了 那後面的人說 哎呀 他們怎麼把國家搞成這樣啊 哀之 而不迎以為戒的話 亦死後人 父哀後人 那可能我們沒有迎以為戒 那我們後面的人又笑我們了 那我們看每一個朝代登基 皇帝登基 第一件事是什麼 立太子 就是接班人 非常重要 這個老教授 我的老師老教授 他曾經講過一段話 這個對我們同時教育 很有啟示 他說弘揚聖教的人 假如他沒有傳人 那他的成就等於零 這個話講得很重 就好像 不能那麼多的種 假如沒有傳人繼續耕耘施肥 那可能前面部的種 就沒有辦法繼續成長 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位校長 他們的學校繼續在做 而且他們也是身先士主外 在帶動 這值得我們效法 尤其今天我們 廖校長也會將他 退休前 還有退休後寶貴的這些 紅洋地史規 紅洋傳統外的經驗 跟大家和盤拖出 沒有保留 提供給大家 所以我們是德不孤晚 必有靈 我們是大家一起走在這條路上 好 好 那這個 昨天呢 我們跟大家 談到 建國軍民 教學為先 教學是要最先 最克不容緩的 而我們提到啊 教育兩個字 收文解字裡面講 教者上所思下所孝 上行下孝 但是假如我們父母老師 沒有正確的認知 甚至認知錯了 那給孩子的身教就是負面的影響 我們為孩子好 卻給他負面影響 這是我們很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看昨天 我們王酸大夫上課 我感覺到 那個磁場呢 大家都是聚精會神 為什麼 因為啊 那跟健康有關啊 這個人生啊 健康就好像一一樣啊 你有的才能 你的財富地位是零啊 你的零再多啊 前面假如沒有一呢 那都沒了 有了這個一啊 有了這個一啊 你其他的擁有才有作用啦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話給我們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沒柴燒 這句話對我啊 很重要啊 因為呢 我記得啊 看那個三國演藝啊 看到孔明啊 我哭得死去活來了 我曾經看過兩個歷史人物呢 哭得很厲害 一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大家認識孫中山先生吧 你看人可能有情世的人啊 我還自己跑去看他的電影啊 後來念高中啊 我們有一個科目叫三明主義啊 結果我考了全班第一名啊 你說這麼奇怪啊 結果我高中還是考不好 因為我感覺一直在考試啊 但是這一門學科是有思想的 他第一頁就告訴我們思想 信仰力量 好我就被吸引了 所以對這兩位歷史人物啊 怎麼會有這麼深的情感啊 我看不是偶然的 可能我前世啊 是孔明所謂的那個兵 因為看到他吃的越來越少啊 成像你不可以這樣啊 所以看到 哇他那又在那渴血啊 還在那處理事情啊 我的眼淚就忍不住了 這是我的推斷 孔明活了五十四歲啊 五十多歲啊 然後我感覺呢 我的命運好像跟他有點像 我就算啊 五十四歲 但是後來思考了一個角度啊 假如啊 太短命的話 我看後面 跟著我的人 會很害怕 因為曾經有大眾啊 跟我說啊 那時候我還沒出家 這個大眾 見到我就說 蔡老師啊 跟著你的人 怎麼都這麼瘦啊 大家聽師聰啊 聽到這個說法 大家想一想 假如人家的兒女啊 想說 跟著我弘揚文化 一看我那麼瘦啊 他就打了 這個 擔憂啦 所以我們王川大夫啊 還是比較有分量 你看 他們的父母一看 哇 能幹得這麼富貴啊 這麼有分量 這個不用擔心 所以了凡事訊有一句話很重要 我們思考事情啊 不論現行 現行就是現在 而論流鼻 流鼻就是 副作用 考慮事情不能考慮眼前而已 不論現行而論流鼻 不論一時而論久遠 你一時好像有利益啊 你一時好像有利益啊 久遠沒利益這也是惡 這也是惡 不論一生而論天下 兩盤事訊這一段話 也是我們判斷善惡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考慮考慮啊 還是活到七八十歲會比較好 所以 昨天王川大夫的課 我很認真聽喔 我已經改變我的 改變策略 那我們看 昨天王大夫提到的 我們有一些對健康的認知啊 比方說喝水 喝涼水 好像很多人都是這樣 可是這個認知是不對的 你要喝熱水啊 那個有能量啊 你一喝冰水啊 你的能量就下降下去了 所以 為什麼那麼多 女學生 她生理起來那麼痛苦 她身體太寒了 那個 有時候痛起來是沒有辦法下床啊 你說就是因為認知 沒有到位 它造成她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痛苦 其實無知是最可怕的啊 包含 昨天 王大夫也講到農食 你看道法自然 這個道法自然在哪裡啊 在萬事萬物當中啊 你看種田 你那個農食錯過了 你就沒得種了 同樣的 我們人一天 他十二個時辰 哪個時辰睡覺是最好的 十一點到一點 膽經 一點到三點 肝經 這四個小時你不睡覺啊 那你整個身體的代謝就會出問題 肝幫解毒啦 好 但是 這樣的養生課程啊 我們讀書的時候學過沒有 沒有教啊 哇那麼重要 其實這個需要很長時間嗎 不需要啊 老實講 老實講 我相信我自己是會重視的 可是都沒學過 都是到了三十多歲 才懂啊 可是三十多歲以前 那已經種了很多不好的因 你啊 光是熬夜 就已經耗損了 很厲害了 不是說 反正我有睡七個小時 我有睡八個小時 那不妥當啊 積不可思啊 食不再來 拉到健康 再拉到教育 也是積不可思啊 食不再來 當其可之未死 叫即時法 我們生命當中有很多機會點 叫即時掌握 我們李校長也提到了 孩子三歲到八歲 就是比較小的這個人 記憶力特別好 要掌握這個黃金時段 當然我們不能一聽 又產生執著了 變成逼孩子讀了 那個逼又出現反效果了 所以都不能執著 你一執著這個要背很多啊 你就感覺不到孩子的狀態了 所以做事不難啊 難在互念自己的心 因為心用對了 是一定往對的方向發展 可是當我們的心出現執著 我們自己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比方說執著要背很多啊 我們就會越來越強勢 心就開始偏了 古人說啊 差之毫裏 謬以千裏 就越偏越大 所以有一個詞啊 叫一直成病 一產生執著點了 就有問題了 有一個笑話說到啊 有一個小偷啊 他很有敏感度 他都能感覺到啊 金子在哪裡 所以有一天啊 有一天啊 他就白天到一個大戶人家 去偷金子 他很敏銳就偷到了 但是因為是白天啊 就被人家當場抓起來了 就把他送到憲太爺那裡去啊 這個憲太爺 看到他很納悶 在光天化日之下 你怎麼敢在這麼大戶人家 偷金子啊 你沒看到旁邊很多人嗎 這個小偷說啊 有嗎 有人嗎 我只看到金子而已啊 其實人一執著起來的時候 是真的會這樣喔 看不到 感受不到其他的了 比方說 當一個 當太太的人 很執著先生賺多少錢的時候 請問 假如先生賺的不夠多 他先生的優點他還看不看得到 就看不到了喔 比方說我們當父母的很在乎成績的時候 那當孩子成績不好的時候 請問孩子的優點看得到嗎 真的喔 能一直說起來啊 就感覺不到很多重要的部分了 所以修身 最重要的就是修好我們的心啊 那 這個剛剛講到的 教育也有十節音源 十幾點 剛剛 記憶力那是一個十幾點 但是你認知對了 不要再做對的事的時候 又出現強勢 出現執著點喔 好 昨天有一個年輕人 提了一個問題啊 提道德綁架 道德好不好 但是拿來綁架 是錯啦 變成 我覺得 傳統話很好 地史規很好 但是我的心 是控制 是強勢 就適得其反了 人能宏道啊 是人把跟地史規 跟傳統話相應的 心跟行為 做出來了 人家很認同啊 人家主動想要請教啊 因為感覺你變了很多啊 變得體恤人了 包容人了 變得更樂觀了 也吸引人家了 而不是我們強勢沒有改變 硬去壓別人 那他反而是 不能認可 所以我們可不能學到 這個強勢越來越增加啦 學傳統話是強勢 越來越少才對 是越來圍道日損啊 應該是我們的習氣毛病 越來越少啊 不能學到 同事們坐在那裡泡場 突然自己走過來 那個學地史規的來了 我們還是趕快走吧 哇 那假如學成這樣一個 就麻煩了 我們要給聖賢祖先臉上貼金啊 不可以學成抹黑啦 包含 你看時機點 你選 班上幹部啦 他們要為同學服務啊 你選他們 要選出來之後 跟他們談一談話 這個時機點要不要掌握 要啊 甚於死啊 其實事情 為什麼不好處理 因為一開始沒有慎重對抗 你等問題出現了才來講啊 那個那個話都已經 打折扣了啊 我們看一個孩子要進大學啦 大學新鮮人 那個時候長輩 給他一些重要的提醒 也很重要 機會點抓住 我要去念大學的時候 我沒有記憶哪一個長輩給我提醒啊 結果後來是 我到大學去啊 學長給我一個提醒 叫 你現在念大學叫University 有你完四年 叫University 你看 沒有正確的引導啦 我聽話咧 大家看得出來我性格是比較老實的嘛 欸真的 你看最黃金的歲月 那個時候 假如 我遇到學傳統文化的學長啊 帶我去地質規中心啊 可能我的人生會更理想 少造很多業 造了業 都要去消的啊 好 這些都是時機點 教兒嬰孩 教父出來 都是時機點 教孩子要從小啊 教媳婦一開始來 就要引導了 包含一個企業團體 你不要一開始 哎呀終於有人手了 啪就讓他一直工作啊 他的工作心境 工作態度 應該在一開始的時候 能夠給他做一點培訓 建立這些正確的觀念態度 好 好 這個都是掌握時機 好 那昨天 我們王大夫 說我們養生了 有兩件事 知過 改過 我們學傳統文化 其實也是這兩件事 知過 知道問題在哪 把它改過來 那我們提到教育的交致呢 是上所思下所孝 所以我們當老師當父母 我們也要先建立正確的觀念 然後改正我們自己的錯誤 不然 就會給學生負面的影響 所以 先決才能決後決 我們老師先覺悟了 我們才能幫助學生覺悟 大學裡有一句話很有道理 君子有諸己 而後求諸人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這些經典都有先後的順序 這個不能搞顛倒了 我們有這些優點 然後我們再去帶動學生 建立這個優點 比方說我們不熬夜了 我們就可以威威道來 現身說法給學生說 我們自己在靜孝了 可能 你真感情好文章啊 你講著講著 你眼淚出來了 孩子非常動容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無諸己 我沒有這些缺點 而後非諸人 我去互念學生 把這個缺點改掉 比方學生情緒化 脾氣大 我們當老師的都沒有脾氣 你再去帶動他改脾氣 他會心浮苦苦 這些都是人情事理 我們今天明明是好事要帶動別人 為什麼帶動不起來 很可能我們這個身教的力量 還不足 所以我們自己也要先知過改過 我們要教育別人以前 我們首先要自我教育 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海口跟企業界的高管做傳統文化交流 那因為都是管理人員 那這個負責人就說 你跟我們這些管理層談談管理 後來一開始我就請教大家 我們今天交流管理 我們今天交流管理 請問大家 你們覺得管理首先管理誰 他們馬上就反應了 當然是管理員工 這是他的認知 那請問這樣的認知 能不能把員工管理好 你看論語當中 夫子有說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雖令不醜 我們自己做好了 你沒有命令下屬 他跟隨你 我們自己做得不好 你哪怕下了命令 要求他 他也不服氣 哪怕他真的有照做了 他也是表面上做給你 事實上可能 在你前面跟後面是不一樣的 好像有一句話叫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那他就不是很服 所以管理 首先是 我們正極 管好自己 所以這個認知很關鍵 因為認知會影響我們的心態 所以我們得了解到 知過改過 應該是從我們開始 那這個知過 在了凡視訊當中 他總共有四篇文章 一本書裡面分四個部分 第一是立命之學 人真的有命運的 學生假如認識到真的有命運 他就不願意去造作罪業 因為這個是找自己麻煩的 好 道聖和夫先生 大家聽過嗎 這個是企業界 經營之聖 這個封號不簡單 全球五百大 全球有兩百多個國家 要做到全球五百大 不簡單 他一個人 就有兩家是他 白手起家做起來 兩家都是他做到的 所以他成就很高 他推薦給年輕人的第一本書 就是了凡視訊 而他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成就 他從他的心上下功夫 他第一家公司是做陶瓷的 第二家公司做電訊行業的 他為什麼做第二家電訊行業呢 因為當時候 日本的電訊行業只有一家獨大 價格非常高 收費很高 所以他就在思考 要不要再做一家 有兩家了 老百姓的這個通訊費用就會下降 他的出發點 不是為了自己賺錢 他想了幾個月 我的動機純不純粹是為了百姓 他後來決定要做 他的親戚朋友都阻止他 說這一家電訊獨大了 從明治時代到現在了 你要做啊 人家一定會把你壓倒 他覺得我動機對了就好了 結果他在很短的時間 一下子那個營業都是用照來算的 上去了 現在平衡了 人有善願 天必有之 結果我們看他的這種處事很有學處 兩家全球五百大 結果後來他身體檢查胃癌 他也沒有波動 反正人生總有一天要面對 他就把兩家公司安排好了 其實早就已經有培養人了 安排好了他就出家了 結果出家一段時間呢 病好了 結果在他八十歲左右啊 發生了一件日本很大的事啊 日本航空倒閉 這是一家 這是一家 等於是由他民族的一個品牌的 航空公司找了 當時候的首相 揪山尤吉夫啊 去請他出山啊 他又在思考了 應不應該出來 後來他決定出來 為什麼 第一 假如日本航空倒了 日本航空艦 又只有一家獨大了 第二 這一家公司倒了 對全日本的信心 會有重大的倒極 第三 員工有三萬多人 所以他決定出來了 第一次見所有的 員工 他說我到日航來 我一分錢都不拿 他就是為了他這三個考慮啊 無私的來做 結果四百多天 這個企業就活起來了 轉虧為影啊 畫腐朽為神級啊 結果人家去請教他 你的這些學問 怎麼來了 中國人問他 道生何故說 跟你們的祖先學的啦 你看他也 這個很感謝老子宗這些經典 所以我們只要用心存證 事情一定做得成 好 可能在緣分上有早晚 他是一定做得成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好 所以他推薦第一本書 我也 希望啊 我們所有的學生 都能認識這一本書 而且已經拍成電影了 拍得很好啊 那達士場先生演的 好 那這一部書呢 一開始談 立命之學 有命運的 怎麼才能改變 斷惡修善就能改變 好 昨天我們王大夫講了一個例子 這個 中醫的仆人 已經沒命了 那個脈 可能活不了幾天了 就讓他回去 在家裡走 結果他在這個過程 救了一對夫妻 整個武藏就轉過來了 好 好 那 第二個部分 這部書第二個部分 就是改過之法 第三呢 這個 積德之方 怎麼 先 畏論行善 要先改過 不然我們的過失還很多啊 那就好像一個桶子在裝水 好 你把水裝進去了 然後把善裝進去了 可是呢 這個桶子底下在漏水了 好 先改過 再來行善 最後呢 第四是 謙德之效 就是謙虛啊 能夠保持我們的德行 能夠保持我們的德行跟福報 好 那第二個部分 談改過 這個被我們吃過改過啊 就很有幫助 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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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發三種心 第一呢 是恥心 修恥心 好 我們複習一句 蔡根坦的話 裝生於千古聖賢之戀 我們還推演到 裝生於大馬華教之戀 是吧 不願做隨波逐浪之人 好 那了凡世訊裡面提到了 彼何以百事為師 你看孔子為百事師 韓鈺為百事師 我何以一身瓦裂 我怎麼都沒有做出貢獻呢 而且還染上了這些欲望 每天被手機控制 不能自拔 那不行 我不能這樣對待自己 好 這個是恥心 我也要跟孔子看齊 跟靈老神老看齊 我們廖校長有說到 跟我們李校長看齊 我很感動 有一次聽我們廖校長分享的時候 提到他爸爸臨終的時候 還教在他 要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生處事的態度 都離不開父母的焦躁 所以我們古代 很注重營水師緣 這是我們中華文明非常可貴的地方 中庸裡面講 這個父親 這個父親 是一般的讀書人 父為氏 子為大夫 可是他培養出了一個大夫的兒子 葬以釋 他去世的這個葬禮 用讀書人的葬禮 記以大夫 但是每一年祭司他 都用大夫禮去祭司他 很有味道 在祭司他就告訴這個世間什麼 這一位人士培養了一個大夫 在利益這個社會 我們不能忘了 他對這個社會的貢獻 好 那發 改過三種心 第一個是此心 第二是為心 敬畏 敬畏的心 這個心 陳德是在聽老法師講經的時候 有提起來 因為這個老法師 說李秉然老師 李秉然老師 是附送孔子第七十七代 遺傳子孔 從德成先生到台灣了 是孔德成先生的老師 在孔家幾十年了 你看孔子福報真大 辟應後代子孫 到了七十七代了 都還有這麼有道德學問的 聖哲仁來教他的子孫 那 這個李秉然老師 給學生講了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個醫生 他草菅人命 後來被判到第十八層地獄 結果他到十八層地獄 還不肯認出 在那裡剁腳 我又不是故意的給我判那麼重 結果因為他剁腳 剁得很厲害 突然底下有聲音 老兄啊 你不要再剁腳了 灰塵都落在我的身上 這個醫生嚇了一跳 十八層底下還有人 說老兄啊 我是幹醫生的 你是幹哪一行的呢 這個底下的人說 我是幹老師的 後來我一想 這個故事啊 還是有一點值得我們思考 醫生斷了人家的生命 是吧 是斷一個人 假如老師教的觀念不對啊 這個學生 會傳給他的後代 再來 這個學生假如很有福報 他又當了老師 當了領導 他又把錯誤的觀念 又影響那麼多人 你比方這個學生的觀念不對了 結果當了高官 影響全國的人 那這個老師也有連帶責任了 聽完這個故事 這個當老師功德很大 但是假如沒有用心 那是有過失的 用一個謹慎敬畏的態度 來改過 來教學 那第三個心是勇心 有勇氣啊 去突破自己的習氣 這個改過容不容易啊 有一個讀書人說啊 二十年 對字一個怒字 就是改脾氣啊 尚未消磨的境 這個脾氣還沒有完全改掉 以示之啊 克己為然啊 克己腹理容不容易 要對字克服 這些習氣不容易啊 等一下大功夫了 所以這個勇心啊 讓我們呢 能夠突破 不會啊 音訊苟且啊 所以了凡世訊說 天下聰明俊秀不少 天下有很多素質不錯的人 之所以不能 德加修 夜加寡 就因為音訊二字啊 耽擱了一生 所以我們 要帶動學生 日日知非 日日改過 我們這一天不知非 我們就安於自以為是了 一日無過可改啊 一日無過可改啊 卻一日無步可靜啊 這一天 靜不不了 比方說我們靜下心來 我今天 講了幾百句話 我看我們老師每一天 可能幾百句都不止吧 講一堂課 可能上千句 一天啊 有沒有不妥的話 有沒有帶情緒的話 這個話語啊 心境不同啊 產生的差異非常大 我們前面提到了 少說批評的話 多說鼓勵的話 批評造成隔閡 鼓勵激發潛能 差很多 少說抱怨的話 多說寬容的話 抱怨帶來忌恨 寬容乃是智慧 因為我們寬容了學生呢 他的慚愧心就起來了 抱怨可能造成他的忌恨 少說諷刺 少說諷刺的話 諷刺有可能傷了學生的至尊 多說尊重的話 諷刺就顯得輕視了 尊重增加了解 我們一尊重學生呢 他心裡的話都告訴我們了 少說傷害的話 不要做人身供給 多說關懷的話 傷害形成對立啊 關懷真淨友誼啊 我們就看那個講話的心境啊 不同啊 得的結果是天壤 是別的 所以古人為什麼說 心平氣和才能言啊 這個都是言語的部分 發三種心 那改過呢 有從心上改 有從理上改 有從事上改 那從心上改啊 是比較高的 那時間有限 我們從心上改啊 我們就舉兩個字 就是忠術之道 忠術的純心 這個是孔子一生 無道一以貫之 就是這兩個字 忠就是言語立即 術就是寬以待人 那言語立即呢 那言語立即呢 我們從不貪 不撐 不吃 不賣 不疑 來改 我們有貪撐吃賣疑啊 這些情緒啦 習氣啊 習氣啊 我們就偏離真心了 術道 設身處地啊 感同身受 這個中國字 如心 如其心啊 會議字啊 如其心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所以 不要讓人家難堪 因為我們也 不歡喜人家 讓我們難堪啊 這一點呢 我很 感謝自己的母親呢 給我的身教 記得 小的時候 母親的同事啊 提到自己的丈夫啊 就在那裡 講丈夫的缺點 結果呢 講了幾句啊 我母親啊 就很柔和接了話 其實你先生啊 哪裡哪裡也不錯啊 結果對方呢 是的 再講幾點 對啦 對啦 這個 就轉過來了 就是聽到別人批評他人 心裡難受 我們對每個人尊重 而我們想一想啊 夫妻之間相處 假如我們在外人面前呢 講另外一半不好啊 會有什麼結果 欸 講話還是要理智吧 對自己對別人沒啥好處的話 還是盡量別講啊 所以常理主要 教理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喔 不學理不以利咧 我們不把理交給孩子啊 他會討人厭 人家會討厭他呢 他不能立足啦 人際關係會出問題啦 因為理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恭敬 他不恭敬別人 人家就不恭敬他啦 敬人者 人恆敬之嘛 那理教啊很重要 你再高的修養啊 都要建立在理上面 道德仁義啊 這道最高啦 再來是德 德下來是人 人下來是義 再下來是理啦 理都沒有社會大亂啊 你看我們古代說 男女瘦瘦不親啊 我請教大家 你們一開始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什麼感受 太落伍了吧 太落伍了吧 我們現在看一個數字 全世界一年墮胎多少 男女是大房啊 孔子說了 飲食男女 人是大欲存菸啊 飲食我們要吃要喝啊 你每天沒有不行的啊 這是人很需要的欲望啊 那這個欲望很強 你不稍作節制啊 那就麻煩了 那個理教啊 他就好像一條大河的堤壩 他防止水 他防止水 水就好像欲望一樣 你不 有提拔他會氾濫出來的啊 欲如水啊 欲望就像水一樣啊 不餓則偷天啊 你看那個浪拍起來了 大浪偷天啊 你看現在沒有理教了 男女現在放縱欲望啊 你怎麼把它收回來 這個都不是一代人能夠辦到的啦 都要慢慢轉回正道啊 不然你說 這個 繼續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啊 所以這個理教都是屬於 淨於未發 預防法 防為度見的 那理啊 其實是每一個朝代啊 他取得政權之後啊 由政府來治理作業 每個朝代都是這樣的啊 你看劉邦 他漢朝建立起來了 哇 進了那個朝廷啊 很多哥們陪著他打天下的咯 結果一到朝廷 跟他稱兄道弟了 整個朝廷亂成一團啊 劉邦本來也覺得 這些都不用了 結果他這個皇帝當得很不痛快 才叫這好像是孫書通啊 去弄禮啊 這樣整個朝廷才有秩序啊 不然亂成一團啊 好 那你看每一個朝代都有 清朝也有啊 哇 到了民國啊 沒有自己作業啊 人不知道正確行為的標準是什麼啊 那李炳南老師很可貴啊 真是憂國憂民啊 政府不做 帶頭做啊 編了一本書叫 《長禮舉要》 用心良苦 裡面有一句話 這個家裡的事啊 不要跟外人說啊 家丑不可外養 你這樣去講啊 我們想一想 一個人在批評自己的家人給別人聽啊 你說人家會越聽越尊重我們嗎 不大可能啊 而今天我們在別人面前批評另一半 這個聲音出去了 拉不回來 有沒有哪一天傳到另外一半耳朵啊 那不是麻煩啊 所以我們要講講什麼 講另外一半好 他不好啊 你包容他 他有一點好你就讚嘆他 那個話傳回來啊 他心裡想啊 我有那麼多缺點啊 我太太都沒有批評 我才那麼一點好 他就讚嘆我 我不能讓他失望啊 把人的 慚愧心喚起來 所以言語的修養啊 很重要啊 所以我們用忠術存心 數道 不讓人難安 我們有忠術的心啊 就有忠術的言行出來了 這樣就能護好我們的心 還有 還有昨天跟大家提到的三個字啊 也很能護好我們的心 就是君、親、師 三個字 這三個精神 我們雖然當老師是做之師 但是假如我們沒有像親人一樣愛護孩子 孩子可能對我們信任不夠 所以當時候我第一年做班主任 學生六年級 我的抽屜裡都有放著不含防腐劑的餅乾 這也是推薦一個理念啊 佩雅餅 所以呢 很多同學到了十點左右 他就會走到我的前面 老師 沒有問題 他話還沒講 我知道他的意思 趕緊送餅乾給他吃 這個叫布施啊 這個叫結善員 包含 我教室裡面還放了一個電鍋 有時候還煮紅豆湯給他們吃 這叫收買人心 但是動機是對的 這個不帶私人目的 要得什麼好處 那這個是做之輕 那做之君呢 我們講的道理啊 我們自己先做到了 這個才有說服力啊 就好像 例子規有說 過能改歸於我 唐眼是真一孤 我記得有一次啊 我有錯誤了 但是自己有一個慣性比較強啊 想解釋解釋啊 所以我就開始解釋了一兩句啊 我看到孩子的眼睛啊 傳達的就是我聽不下去了 我聽不下去了 然後我也講不下去了 我就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 對不起老師錯了 我這個攻擊下去啊 頭再抬起來啊 我看到學生的眼睛發亮啊 為什麼亮啊 老師也道歉耶 老師又不是聖人 人非聖賢 俗能無故 過而能改 善莫大人 所以我們學傳統文化 我們當父母老師 也不是裝一個樣子給學生看 我們很真實 我們有錯的時候 我們肯認錯 我們也會去改 哪有一個人 不用改過就變聖賢的 不可能啊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還是要以身作者 所以我們做之君啊 君有幾個很重要的精神 第一 我們剛剛提的以身作者 第二呢 有使命感 你一個老師有使命感 你的學生就帶動起來了 你看 老和尚他當老師 多少學生願意效法他 因為他有使命感 我們身為炎黃子孫呢 我們就是命中啊 就是來救這個世界的 因為我們有五千年的法寶啊 那不少學生在想念 所以這個使命感 第三呢 大公無私 我們有師了 對學生大小眼啊 偏心啊 這個就不能服眾了 好 這第三個 第四呢 這個我們要能夠啊 納見 接受勸見 接受勸見 學生提醒我們 我們能接受啊 也是鼓舞學生 為什麼 我們老師幾十個學生呢 有時候一些實際發生事情的情況 我們不一定完全了解 可能有學生會提醒我們一下 我們有時候下一個決策啊 我們有時候下一個決策啊 可能對客觀狀況不夠了解 為什麼說下情要能上達 不是一個國家要下情上達 不是一個國家要下情上達 每一個教室也是為政耶 所以要能接受提醒 納見 那家裡人提醒我們 那就更不用說了 我覺得我們首先要想一想 父母曾經提醒我們要改掉哪些問題 我們連父母的勸我們都沒有重視 還要去重視其他的人不容易 再來還有另外一半的提醒 再來還有另外一半的提醒 要接受 另外一半的提醒 因為是最親密的人啊 對我們相當的了解 好 再來坐之親 這個親呢 有養育 孩子在長身體啊 給他們一些健康的食物 還有高度信任他們 你看父母就是信任我們 我們學會走路 學會講話 任何時候這個信任不減少 這種眼神呢 就能感動學生 再來是不棄不捨不放棄學生 教育是成就人的 不是淘汰人 不是淘汰人 好 再來是不求回報 這個也是坐之親的 父母也是不求我們回報 再來坐之詩 要乘船道統 乘船華教 船道授業解惑 然後為國家社會培養人 這是坐之詩 培養民族的動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老師啊 開人智慧 學習的目標是開智慧 不是學一堆知識 用不出來 每一次學生聽我們一段話 老師聽君一席話 聖讀十年書 你能夠抓住那些機會的 引導孩子 我以前曾打一個算盤 因為我們家對面就有一所小學 我去考試的時候 我就想 我一輩子就在這一所學校教書 所有我帶過的學生 都知道我們老師住對面 你教一個孩子兩年 他就走 他就上初中了 他人生還有很多需要引導的部分 可是他知道這個老師愛護我 他先持續找你了 好 開人智慧 我們以君心師這些精神 來觀照我們自己 我們就會覺得 還有好多要提升的部分 我們就不會向外去看學生不對 反而會往內下功 你只要往內下功夫了 正極就能化人 教學相長 好 那我們教育分四個要素 大分 第一個呢 教育的目標 其實就是三字經的第一句 人之初 信本善 恢復他的明德本善 開啟他本有的智慧 現在沒有智慧 解決不了人生好多問題 有智慧就是明白真相 這幾天 這幾天跟大家提過幾次 萬法因緣生 這句話就包含一切現象 學生假如會觀察因緣 他面對事就不慌張 他面對境界是清楚的 教育的內容 教育的內容 主要啊 倫理 道德 因果 教育 這是屬於做人 還有做始 孔門四科 德行 言語 這都是教學的重點 我好像印象中啊 好像也沒有老師教過我講話 反而都是後面啊 遇到傳統的話 老法師在講經當中 常常指導怎麼講話 再來正事就是做事 做事要鍛鍊啦 因為人啊 動手的時候啊 好像科學研究啊 小腦發育會比較好 所以今天一個學生 知識非常豐富 但是他不服家務勞務啊 這個孩子會變書呆子 而且他在做事當中啊 他會訓練 我怎麼把這件事做好 他的程序要怎麼走 他的邏輯思維啊 就是在做事當中練出來 因為做事是練這顆心啊 他這顆心又會用在讀書上面啊 這個歷史我看留給李三敬老師說 他們有帶十幾歲的孩子啊 真的帶他們做事之後啊 這個孩子 就是學校物理化學 提升起來了 從向上看好像沒關係 從心上看了 有關係啊 所以生活教育非常重要 我們古年先教什麼 撒掃 應對 進退 所以學的是活的啊 都是石板的啊 那我們呢 有把地址歸啊 當中 幾乎每一天都會發生的 都會用上的句子 整理成七個即時 讓孩子 常常鍛鍊這七個即時 即時關懷 即時匯報 即時回應 即時請教 我們去感覺一下那個即時 即不可思啊 食不再來 學生不即時匯報啊 可能就悟了事情啊 不即時請教呢 考試成績就不好了 即時參與 即有能悟自私 這些態度啊 他不斷鍛鍊了 他做人做事就有基礎了 講的具體一點呢 這個人靠譜啊 假如這一些 基本跟父母 跟老師的態度沒有建立起來 這個人哪怕 博士畢業做事不靠譜 再來呢 方法 教育的方法 因才是教 那禮記學記裡面呢 有幾個很好的教學法 我跟大家都提過了 欲食遜謀 欲 欲防法 淨於未發只會欲 好就像昨天王大夫講 青少年在發育了 要教他不能血眼 要怎麼樣調整自己的身體 他要看不要看刺激的書 看有正氣的 飲食不要刺激 食物 然後自己要多運動 這身體 就能調整好 這個都是淨於未發 這個慾 孔子好多話都是慾防法 哨之時 血氣未定 戒之在射 集其壯也 血氣方剛 戒之在動 孔子把每一個年齡段 必須注意的习氣都點出來了 集其老也 血氣氣衰 戒之在得 老人最怕的 德士星 潘比星 就麻煩了 當其可之謂即時法 不凌結而失之之謂訊 循序漸漸化 相觀而善之謂摩 叫觀摩法 同學之間互相觀摩力量大 今天你老師做到了 學生想 你是老師啊 今天有同學做到了 蘇人不蘇丁啊 蘇丁不蘇丁啊 蘇丁不蘇丁啊 哎呀 哎呀 居然有同學做到了 那我也要努力了 同學跟同學的帶動啊 力量很強 觀摩法 你肯定哪個學生 道人善即是善 人之之欲失眠 這個同學受鼓勵了 其他同學也見嫌濕 這個都是教學法 還有 這個 導而扶遷 搶而扶意 開而扶打 他 引導 不要硬拉他 不要強勢逼他 這樣會压苗助長 導而扶遷 循循善用 搶而扶意 搶是鼓勵肯定他 不要否定他 意識否定 我們父母老師不注意啊 可能跟這個教學的原則 就違背了 開而扶打 啟發他 而不是一直灌輸 一直灌輸啊 會把人的物門給堵住 我見過那個父母老師 一開口就停不下來的 他們帶的孩子啊 聽道理都聽到 眼睛都是直的 消化不了 所以不符合這些教育原理啊 你為了孩子反而造成他的障礙 好 那第四個教育的要素 教學的評估 評估啊 學貴立志 他有沒有立定志向 學貴立行 學生有沒有在立行 學習貴在變化氣質 他的氣質有沒有改變 其實評估啊 學校的成績是評估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成績在攀比 我們應該是藉由這個成績 再來提醒孩子 你的學習是不是沒有注重複習 你的學習是不是太初心大意了 你才會有這個結果 你看看某某同學 人家是穩扎穩打 也是臨時抱婆腳 我們也是借考試的因緣 教孩子做人做事 好 最後教育的精神 我們學習孔子 有教無類 毀人不倦 包含孔子在禮記學記說的 教學相長 學然後知不足 教然後知困 知不足人自煩也 知困人自強也 所以我們從事教育啊 我自己也很感謝 曾經帶過的學生 因為有他們的因緣 讓我有很多的體會跟成長 也感恩學生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謝謝大家